在这段时间的时候 你有没有感受上晚上睡起觉来特别的舒服呢 因为最主要呢 晚上的温度跟7月跟8月相较之下 已经大约下降了2度左右 所以夜晚的天气感觉起来舒适 不过如果是清晨你出门骑车的朋友 这两天你可能会骑起车来 觉得有一点点偏凉了 有点北风下来了 好天气哦 我们就来看一下准备出门的户外天气了 目前可以注意到这从北到南可都是天气晴了 气温的部分已经开始上升了 因为现在阳光已经开始露脸了 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在26度 在今天清晨低的时候是低到24到25度呢 到了中部地区27了 往南走可以看到南部还在28度呢 外岛地区的天气也在27度到28度之间 今天的天气状况和昨天一样 依然是一个天气晴朗 那白天的时候可要注意到防晒 我们就来看看卫星云图 从卫星云图先往我们的东北方看过去 可以看到杜鹃台风强度持续减弱 在今天就会变成一个低压了 之后往日本南方的海面走 也不会影响到日本 在我们台湾地区呢 最主要可以看到从大陆的华中以南 一直到台湾都是属于晴朗稳定的天气 因为现在到了秋天的这个时候 太平洋高压势力在退缩之后呢 北边的高压倒是带下来一些偏北风 而且北风下来是属于比较干燥的 所以在昨天的时候连午后阵雨都很少 只有在屏东的山区有一些零星的午后阵雨呢 我们接着就来看看地面天气图 从地面天气图上可以注意到 北边有高压了 高压逐渐的在东夷 这个高压倒是带下来北风 使得今天的天气状况来说 和昨天一样 早晚的天气舒适 但是到了中午因为阳光日照之下 炎热的感觉特别的明显 但是到了傍晚五六点以后 这太阳一下山北风吹下来 温度的感受上来说 又是一个蛮舒适的夜晚呢 而不过要提醒您注意的就是 白天外出防晒不能少 因为空气中的透光度比较偏高的关系 相对的这紫外线指数也都偏高了 许多地方可都到了危险级呢 在明天仍然是高压的影响 吹下来是偏北风 舒适稳定的好天气 那到了后天 礼拜四白天开始 随着太平洋高压吹过来是难风了 我们的天气状况来说 温度要高了 相对的是一个闷热的天气 周四闷热 周五闷热 到了周六呢 周六的时候有点不同了 最主要呢 就是在菲律宾东边 会有一个小的低气压 逐渐的东移 目前看来低压发展的机会是偏小的 但是它有些水气会上来 上来之后呢 使得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呢 云层量会略微增多一点 降雨呢 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震雨 开始发生在这个周休假期 在北部跟东部 刚好呢 又有点北风下来 所以高温的部分呢 还会再下降一点哦 周六的高温大约只有在32度呢 这温度的感受上 秋凉的感觉倒是会又再多一些 在这个周休假期呢 不过今天呢 跟昨天一样中午热哦 我们就来看一下各地的温度预测 有多高呢 北部的高温在33度 白天外出活动要注意防晒了 早晚的天气蛮舒适的 可以看到只有在24度 所以在骑车的朋友 早晚的天气在中部以北 倒是有一点点偏凉 你要加件薄的外套了 中部地区的高温34度 天气状况来说呢 是属于中午炎热的天气 所以中午在户外活动 记得要多补充水分了 到了南部地区呢 紫外线可到达危险级 外出防晒工作不能少 高温的部分也有在34度 东半部地区呢 主要高温在33度 但是早晚的时候 在花莲跟台东 山区的部分的云层会偏多 白天这阳光一露脸 紫外线也在危险级 所以今天全台湾都是天气晴啦 这小丁宁也要提醒您注意了 最主要呢 早晚的天气蛮舒适的 但是早出晚归 骑车要注意保暖 中午的时候呢 阳光很强烈 外出防晒不能少 现场交还给苏芬